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凡星期一至晚上九點都有我陪著大家 今天星期二有新的嘉賓出現 其實這位嘉賓之前在元寧大觀的時候都經常出現 但可能大家在看這個靈通王就未必認識他 如果大家想知道回到之前說的話 或者他是誰 可以上網問問元寧大觀就找回到他 李宗盛老師 KB 你好 大家好 老師說了什麼話題很深 可以老實說很深 很辛苦 我是會很辛苦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這些話題都很深入派 對上一次說開光 再對上一次說 我忘記了 不要緊 最重要是有些令大家會思考的問題 今天這個話題很棒 融合了道家的東西 又有一些新的見解可以出來 就是數碼永生 這樣說這四個字 可能大家都會有些電影會突然彈出來 或者有些劇集彈出來 將個人的所有的記憶 或者他的行為思考模式 如何如何 扔上雲端 或者扔到HardDisk 創造一個原本真正有人 有體態的人 變成一個數碼的人 這樣 好了 如果談論到這個話題 找老師 有些見解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非常好 我和KB很不同 體型不同 體型不同 眼耳口鼻 五官 五感 接觸到的東西都不同 我們經常說 其實心理學的世界 或者我們知道人的世界 這樣說 每一個人 其實就有一個世界 今天這個題目 在說英文叫Digital Immortality 其實數碼永生 我們會發覺很多傳統的信仰 宗教其實都追求永生 道家 道家經常說永生 就是連單 剛才說每一個人都有不同的世界 但是 為什麼不同的信仰 不同的傳統信仰宗教都會追求永生 為什麼永生這麼有魅力 永生是什麼 KB你有沒有想過自己想永生 我也有想過 當然有想過 想長 健康一點是最基本的 想長壽 即是長壽 長一點的命 是 壽命 但是再長長長 就變成永 是 兩件事來的 我覺得永生是很孤獨的一件事 你會這樣想 但是剛才說 無論是東方西方很多宗教都說永生 永生是有很多定義的 的確 很多版本 剛才KB你講 你先聽完 是的 我又不是說 真的永遠都存在 我不是需要這些 可能我在說250歲 但是其實都很嚴重的 你想想 如果你有250歲的話 但是你會受傷 你受傷之後會結巴 即是如果你十年有一塊 我當你不小心 挖到 有一條巴在這裏 如果你250年 我就隨十 25條 你身上有25條雙巴 其實你這個人 人體 你都傷了 一大堆的巴痕 都不好看 250年而已 KB你真是厲害 所以我和你做這些節目 我真的都很辛苦 我 我辛苦 我其實沒有遇到你會說出一個 這麼關鍵 這麼重要的一個 一個點 我只是會提出 有很多人理解永生 總之是永生 但是永生 靈魂不滅已經是永生 但是靈魂是什麼 靈魂怎麼放在哪裡 靈魂怎麼存在 一個問題 但是KB你剛才說了一個概念 我們這個肉身 首先 如果你講永生 前提是這個肉身 KB就說你 一年一條巴 十年十條巴 這樣算 你滿身巴痕了 然後 然後 還有 你要 眼、耳、口、鼻 那些 不會退化 悲觀 你要感應到 看到 聽到 不會慢慢看不到 你永生 但是眼看不到 耳也看不到 最多感覺到 都很麻煩 你都不知道怎麼生存 但是你還沒死 又沒有牙齒 呼吸不到 但是總之 你是不能死的 那種永生 五年千千千 我經常 我有一句 是人家說的詛咒 我祝你 一百歲的命 大約九十九年 躺在床上 九年都糟糕 這個是我聽過人家的詛咒 即使有一村人照顧你 你不能死的 你這樣的永生 這樣的存在 都很多問題 其實就是說 如果我們思考永生的時候 那些設計就是怎樣 就是 你 既有的肉身 一起的 現在的狀態 一起下去 但是你還要求 剛才我們說的那堆東西 又要說現在那些 端粒子 又不要退化 不要老化 令到你是 新陳代謝 代謝 不斷代謝 都仍然是這麼青春常住 這樣就開心 是 如果我的話 其實我也很麻煩 現在這一刻的我永生 我又流 又唐鳥 又同鳳 又高血難 一大堆問題 你一進入永生狀態 理論上這些全部會好 剛才我說的你的設定 我們這些節目 但肥都死了 都不應該是問題 好 因為為什麼 我們不是不斷播片給別人看的 我們只是 嘴巴說話 我們要把這些問題 說得很清楚 而且我們不是平鋪秩序 我們是有些思辨性 思考性的節目 所以大家一定要留心聽 我們現在這個對話 其實引申了很多問題 已經 收不到尾了 今天 錄到幾點 錄很多集 下個星期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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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調節到年多 可能更好玩 嘩 你有沒有幻想過自己是女人 不會 我有 但我想起越驚 我覺得很頭痛 的確很頭痛 很頭痛 我們現在繼續說 如果身體 即是既有的身體 可以永保青春 然後一路一路延續 那個前提的永生 我想是很困難 數碼永生 已經說 就是 類似靈魂永生 即是說 有一些東西可以持續存在 但是這個肉身 它不是 假設 去和你保存 即是浸酒精 還是浸什麼 那種不算 那種不算 是的 是的 我在日本 當時是八十年代 上世紀 是 看了一些資料 就說 當時已經有一些科學家 他就可以將人的腦 或者脊椎 脊椎 脊椎 那些 抽出來 放在那些培養液 即是有營養的液體 是 他就不死 但是這個大人的腦 應該是不是人的腦 咦 這樣也挺恐怖 那是人 是不是人的腦 對不起 我要再看這些論文 這也是哲學問題 究竟 你說我現在就是一共我 是嗎 是 治我的問題 究竟撤了你的手 或者斬了你的手臂 這條手臂 是不是屬於你 你真的太快了 正正那篇論文提出的問題 就是 那個腦子抽出來 但是那個 譬如那個叫做 阿彼得 阿彼得的腦子 就抽了下來 放在培養液 那裡 但是他是有訊號的 即是你可能不知怎樣 電一下他 他又震一下 那些 好恐怖 有些藥待死 有些藥在水裡 吐一下 之類 他不能死 未死 但是他的肉身就消失了 其實 腦死的另外一個版本 肉身死亡 腦仍然存在 好了 實現任何事情都好 他引伸了一堆問題 剛才KB你提到的 那肉身消失了 其實彼得不見了,但彼得的腦袋是在 當然,如果他和你對話,你將他駁回那些會發聲音,或者會有聽覺,視覺 他就好像本來彼得的精神,整個靈魂 整個彼得,我們叫做彼得 變成一個晶片,這個晶片就好像我們看科幻片出現,就將晶片移植入任何一個機械人 而那個機械人,就是人腦的機械人,就變成彼得 但彼得就複雜了一點,因為這個彼得,隨時這個機械手機,機械腳身體 所以他舊了,或者款式過時,他就可以又搬出來,放到另一個機械身 這個又引伸到一個哲學問題 彼得就永生,那個概念已經存在了這種永生 然後肉身就任你選擇,不出現男、女等問題 可以放在油刷膠上 你放在一個畫上裝飾,看著你的木羅麗莎 你時不時滴一些東西給他吃 夢羅比拔 他會跟你說話,不過他要手,還是腳,還是要曬,還是不要 只剩下口也行 是不是引伸了很多問題 所以我的頭髮都越來越少,越來越毛 你知道嗎?我自從和你做了節目之外,白頭髮多了很多 你進入永生狀態,就不用擔心什麼頭髮 OK 有沒有頭髮都不要緊,你可以做些什麼都可以 這個題目是很多十年前的概念 但是我剛才突然之間自己想起 究竟是人的腦,還是什麼的腦,我忘記了 如果人的腦,會有一個醫學倫理的問題 因為你捉了彼得,為何不見了身體 腦,為何在你手上 還有,據說,賀恩斯坦的腦被人分開不知幾十九 好像說是 傳聞多次傳說 不知收到哪裡,其實都是虐待的一種 我聽說,我很替賀賀恩斯坦 痛心,你的腦本來也有些用 但我們又說,肉身只不過是一個臭皮囊 腦也是一個臭皮囊 也是一個臭皮囊 靈魂不滅是最重要的 現在的概念就是 我們去到一個概念就是 剛才說的,這個大腦,脊椎,脊水 如果可以把它數碼化 這個概念是很西人的概念 即是說,那個腦和脊椎,即是神經系統 等於人,掌管人的心理行為 或者人格,那堆東西來的 看完那裡 那堆東西變成一個晶片 那你做到晶片,你就畢業了 做什麼都可以了,已經脫身了 當然你的晶片,你還要放下去 剛才說,你如何把它變成有視覺聽覺 那就是一個問題 我相信這個沒有五、六、七集 都不太知道 所以今天我們先開了引子 接下來,逢星期二也有老師 就精彩了,也很恐怖 現在我可以繼續說什麼 我們下集先說 我們下集先說 我們是引子來 我們下集繼續同樣時間 想想大家自己的版本是怎樣 你究竟想不想永生呢 是怎樣的永生 下集便 好,應該請她 歡迎大家收看零通王 繼續有我KB和老師 KB 你好 大家好 延續上星期要提永生 你想永生嗎 老師不如問你 只是這個節目都可以永生 那就不得了 其實已經永生了 因為你擺上數碼 真是零通 零通來一點 一點你就明白了 訊息就是永生 你一數碼化 即使錄音帶都可以永生 錄音帶都可以 如果數碼化 再久一點 除非地球爆炸 我們講到永生的版本 上次我們提到大家沒有回應 聽到嗎 要你回應 你回應 很期待大家可以有多些不同的版本 因為之前我們上次說 每一個人有自己的一種世界 我的世界的永生 你的世界的永生 別種都可以 但是我們看一些科幻 或者是一些電影 有一種永生 你都未必會想 得到 就是殭屍永生 多少百年 多少千年的殭屍 看木乃伊也是 主理得當 其實他們都是想永生的 但是他們出現的問題就是 為什麼他們要吸血呢 這是另一個問題 其實他們已經是殭屍 不過殭屍片可以生小孩 可以生殭屍仔 我們分開兩樣 我沒有想到說 我們分開兩樣 首先殭屍是中國式的殭屍 中西殭屍 西式的還有喪屍 喪屍都可以看 喪屍都可以看 但是中式的殭屍 是否有殭屍仔 應該不知道 沒有拍過 可能我們提供了一個素材 給大家 可以試一下拍 西片的殭屍 好像生到殭屍仔 有 人類和殭屍 吸血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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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類和吸血鬼的後代 就是可以 無論是男女 理論上是可以的 他們的版本 是真的頭痛的 其實是頭痛的 中式的版本 因為它太硬 可能什麼都做不到 其實中式的版本 是死了之後 中式的版本 即是打動跳的殭屍 其實只是中式的其中一個版本 是嗎? 對不起 中式永生的版本 應該說 中式永生的版本 就是神仙 嗯 先佛聖真 神仙 不神仙 很少BB神仙 多數是老神仙 雷洞斌 老的也是 八仙 沒有頭髮 因為是大肚腩 哈哈哈哈 中漢尼 不過沒有腳就沒有腳 如果你說鐵鬼你 他不會把腳關掉 似乎是不行的 或者那些叫做妖 妖也很厲害 或者是精 妖精 他們都是百年千年這樣說的 那些都是 包精、動物精 什麼都精 石精、膀精 蜘蛛精、蜘蛛精 什麼都可以 蜘蛛精 蜘就變成人 類似人的東西 那些永生 意思是 你數得出這麼多的蜜種 就有這麼多種蜜種的永生 已經符合我們之前那集說的 是有很多版本的 其實 其實挺悲哀的 你想想是龐精一輩子 都夾子 夾子 其實都挺悲哀的 是我們覺得他悲哀 因為他可能很開心 有知言之樂 我們不知道他的 其實我們不知道 不過問題就是 這些中式永生的版本 我們已經知道 上一集都說了 是有無數這麼多的版本 即是每一樣東西都可以有永生 這樣去想 哇複雜 但是剛才說回就是 肉身要永生的話 我們又要解決了那些 你的器官 那些什麼 是要伴隨你 是一齊 不會衰老 不會退化 不會 即是怎樣 所以現在科學家 就說 在找那個 不知道什麼細胞 我都不記得了 我沒有看到 不知道什麼細胞 只要延緩了它 延慢了它 或者它那個分裂 不知怎樣 就說人又不會老 即是龜都是這樣 幾百年 NMN那些 那些那些 那些粒子 因為它每一次複製的時候 它會越來越 就是短一點 短一點 最後就短到複製錯誤 這樣它就做不到 但是它如果複製的過程 即是那些基因 什麼複製的過程 它是不會變的 它就維持 好像不變 不過這裡我們先不要理會 就是在說 有這麼多的版本 原來我們一認真思考 就頭痛 嗯 肉身 包括剛才說 KB你剛才說得很好的 只是夾一下夾一下又很悶 你生不到小孩又很悶 或者你只懂得蹦蹦跳 又是很悶 即是在我們眼裡看 是 那一棵樹山 那裡站在那裡 譬如現在世界還有些百年 千年的樹 日本有一個銀杏樹 就是幾千年 原來東京都裏面 在六本木旁邊的皇宮那些 它裏面就有幾百年千年的樹 對 你想想 平時不覺不覺的 有大棵的 要幾個才能圍堵 進去就見到 所以你會見到 只要我們人類的角度 在看那棵樹 真的每天地動 即是在鼓陷 看著地球人 但是可能一直看它們 看到 Eliza 即是看不到我們 對 感應到我們 這堆問題 如果大家思考的話 已經是頭痛 解決不了 解決不了的意思是 我這麼多白年 我很單調 我可不可以有選擇 如果你沒有選擇這樣的永生 你願不願意呢 你想要怎樣的永生呢 還有還有一件事 假設我們看的那些永生片 最痛苦是什麼呢 記不記得 最痛苦就是混在一個精神裡面 但是你又走不出來 我覺得是這樣 我看過一套戲 就是有個人被迫 死了之後就被迫上傳了 當作是雲端 然後他被人機械化了 變成了當作是助理 那他很被動 很被動 所以我不是說很痛苦 這樣的永生很痛苦 痛苦到不得了 我看到他每天被人叫他 你要做鬧鐘 你要做開山窗簾 開燈、開冷氣 控制器 當作是Siri Siri打開燈 其實是人 真的是人 他被人上傳了 上雲端 我記得好像是Netflix 黑鏡 其中一集 簡直是悲哀 還要是最划算 愛登市家庭那隻手也是 其實愛登市家庭 整個家庭都是 愛登市家庭那隻手 他沒有年齡限制 沒有的 你看他的手就像是中年 當作是中年 但他永遠都是這樣 就是 就是剛才類似你這樣 沒有東西吃 不用吃東西 但不知道怎樣存在 這些事情要解決 如果你本來要吃東西 你的肉身要維持 那你就要繼續吃東西 如果你不用吃東西 那你有什麼情趣 這是第二個問題 剛才KB你所說的 你這種很被動的那種存在 等同永生的話 的確挺痛苦 但另外一種 我們看片的話 都挺唏噓的痛苦 原來假如你一家人 或者一個圈子 這麼幸運 其實就是不幸運 是只有你一個人 可以持續存在的永生 你身邊的人 一代一代又不見了 是 我覺得這樣做人 這個人是化得不得了 那你在五年十年 或者幾十年裏面 你和你一齊 很開心的人 一個一個老 一個一個走 拜拜 我覺得他可以做到 教主教宗 為什麼 因為你已經看透人生 看透一定看透 什麼都看透 老婆又走了 兒子又走了 連孫子都走了 孫子都走了 只有你一個 還不看透人生 你可以傳教 你可以做夠世主 所以很多吸血鬼片 殭屍片 一代兩代就做這些 故事就是這樣發展 這樣的永生 大家有沒有想過呢 我們現在一大堆 一大堆這樣的假設 去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 究竟現代人 或者現代科技文明 為什麼還要思考永生 為什麼要有數碼永生 數碼永生有什麼好處 有什麼魅力 而這麼多人現在要投資 或者是有少少話題 要去討論 或者要去思考 要去開發些什麼呢 我覺得個人底線來說 這個是我個人所說的 如果你要將一個人去永生的話 我覺得是不能夠將他的靈魂 或者是他的人格 透湧下去 例如 KB你太厲害了 其實正正你現在提出的問題 就是我們今後還要討論的 其中一個主要題目 不過你先說一下 對 我先記住 很重要 很重要 為什麼呢 如果你將他的性格 或者他的記憶 放在雲端 這個人 他會想起以前的事情 他會有他自己想做的事情 或者做不到 他死了 做不到 很想做的事情 那就麻煩了 超級麻煩了 我現在給你講的事情 是我沒有想過的問題 真的 是 因為你現在講的事情 幾乎是我想都想不到的事情 為什麼呢 你要那個上傳的那堆東西 或者那個晶片 是要存在你現在的自意識 嗯 是我想不到的事情 或者可能有其他科學家想了 是極度極度困難 因為你現在的自意識 存在在你這一塊東西那裡 嗯 而我們假如 即我們今後還有一兩集 幾多集討論的 就是 假如我們抽取到你的一些特徵 然後把它變成晶片 跟著上傳就變成數據 跟著就放下去那些晶片 什麼片 但是那些東西 是沒有你現在的自意識 嗯 是啊 所以最麻煩 否則是很恐怖的 其實很恐怖 所以我們現在在說恐怖片 你想想如果你在家裡 我當你把你媽媽 你媽媽走了 然後上傳她的意識上去 是有思考能力的 她當是放在一幅畫上 一起來 一打開火門 看到你媽媽 哎呀兒子 今晚想吃什麼 雖然你做不到 她說你還未起床 對呀 或者做了你的私人助理 嘩 你的鬧鐘 兒子起來了 時間上學了 嘩 你不怕呀 我真的嚇到賴屎 KB 你說的 正正就是我們討論的核心 這個核心 核心來的 要留待下一集說 好 又下一集了 好 或者可能開 五、六、七、八、九集 好 哈哈哈哈 接下來幾個星期 都會有 老師爺 我們今集便宜多 下星期再見 繼續永生 下星期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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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收看零通王 又到星期二又是我KB 還有我們的嘉賓李柏蘭 KB你好大家好 這次這個話題 夠講幾個月了 哈哈 繼續數碼永生 上集說到核心 核心是什麼呢 什麼是數碼永生 或者我們期待的數碼永生是什麼 上集我說得很恐怖 如果那個是你媽媽這樣 放了六幅畫 每天叫你起床 你都很害怕 我還要想到一件事 這個就是 電影經常做的 如果把人格 有思考模式的 有想做的事情 放在機械 放在機械人裏面 現在有的 真的有的 你不要以為沒有 現在的機械人是很靈活的 我看很多片都是 打關斗 打空翻 後空翻都可以 你不要說 抽起的 之後還有那個狗 那隻美軍的狗 那隻腳 你撻它 也不會倒閉 我不要說什麼 我就是當你這隻狗 很多人都當寵物是兒子女女 它的靈魂 它以前的一些行為模式 都放在這隻狗 那裡 哈 哈 真的 雖然它沒有嘴 但是我覺得 你知機械是死力 它一下子飛過來 抱著你 你真的斷兩條肋骨 記不記得有一套AI片 那個戲名就叫做AI 嗯 那就是有個家庭 夫妻父母 那他的小孩就有病 還是怎樣去儲存 嗯 那他們就買了一個叫做機械兒子 是是是 我記得 我記得 叫做 我忘記什麼名字 還要是機械兒子 應該是AI兒子 是啊 是叫什麼名字 算了 那 那個機械兒子 他就以為自己是獨一無二 嗯 但是那套戲 就複雜複雜在 當他發現自己原來有 就是那個外形 原來有很多個跟自己一樣的自己 嗯 在一個艙那裏 當他發現了 的時候 他依然覺得自己是自己 嗯 而事實上 整套戲仍然是在做 他是獨特的 是 因為其他的版本 還未動 或者還未出現 可能沒有交代 但是那套AI 就在講 剛才KB你講的那些問題 其實 如果我們要製造一個有 情緒的AI 嗯 機械人 那什麼叫情緒呢 KB你講了 人格 很多這些東西在這裏 還有上一次我們提到就是 KB你一講講了就是 假如你的自意識 都被複製了 擠在某處 但是你又不能動 只有頭 只有尾 那你就很痛苦了 我們要知道呢 自意識的這件事呢 我想不到 我想不到 我想不到是 是怎麼複製的 可能複製不了的 因為 思想那個主體 才是存在自意識的 嗯 就是說 現在我們思考AI 就是好像那部戲一樣 你是要有一堆東西 那堆東西呢 是令到它 產生了情緒感應 的時候 它會有它的知識 是 明白 首先要有個 有個 思考 是 應該是講中央系統 中央思考系統 嗯 或者叫反應系統 哦 就是感受到外圍 沒錯 再產生情緒 是 因為我們讀行為科學 我們會知道 全部都是 stimulus 和reaction 的前設 就是說 我們會感應到一些東西 然後裏面 做一些東西 就是processor 去處理器 處理了 接著我有一些相應的反應 包括了 內分泌 情緒 面部表情 或者我出不出拳 踢腳 還是 另轉身 離開 這些東西 都是在處理器 接收了訊息之後 做事 包括語言 語言給你命令 你就會移動 現在的機械 我們什麼 認真思考 我們認真思考 我認真就很悶 大家要小心 不要緊 因為一認真思考 我們就會知道 其實 有些東西是做不到的 可能 假如今時 我們這樣說 有些安慰 我之前很害怕 因為之前 我們第一集 好像在說 一個腦 當作是一個人腦 然後有它的脊 最終這個系統 我們當作是 抽出來 然後怎樣 將這個系統 變成一個 數碼化 然後可以儲存 的時候 我們假設 這個人的全部 就可以數碼化了 這個假設 全部假設 因為我們到今時今日 你讀心理學 或者讀行為科學 或者讀精神醫學 或者讀什麼哲學 這個科學 似乎都未曾有一個定論 一個結論 就是說 人是怎樣定義的 情緒是怎樣定義的 性格是怎樣定義的 有很多 包括了我們的叫做 生審力促進局 什麼的課程 大班 他們做很多 叫做 性格的分析也好 或者一些行為的分析 是用來幫你 去培訓一些員工 那些 形形式式的很多 或者我們說 本來這些性格的 叫做人物的評估 是用來做什麼呢 就是 究竟這個人給他一個測試 他適不適宜做軍隊 適不適宜做特警 適不適宜做教師 或者做醫務 醫護人員 有些職業 是需要特殊的性格的 那他不符合 進去也是很差的 所以很多 我們曾經有些 很天才的 他以為 個個都爭著讀醫科 我都報了 誰知道原來他不喜歡讀醫 他不喜歡見到血 他不喜歡這樣醫人 之類 那你讀來也浪費氣 那個職業不適合你 所以呢 如果我們是做這些 叫做Screening 就是去篩選人的話 其實你首先就要知道 我們怎樣去抽取到一個人的 這些我們叫做 性格特徵 或者是叫做他的思想行為特徵 那原來我們定義 我在道家醫學的立場 中國傳統新心醫學的立場 去定義的 一個人的他的思想 或者思考行為模式 其實就是他的個性 KB之前你說的那堆東西 就是說 究竟我們有沒有辦法去複製一個人的個性 你用人格說也可以 嗯 個性就是我們的特徵 所以有不同的人 就有不同的 就是有一百個人 就有一百個個個性 就有一百個不同的世界觀 或者三觀 複雜 那就是說到今時今日 如果我們都沒有定義定論 去或者沒有方法 叫做 是好好地去抽取到 定義到 診斷到 診斷都還沒做到 那大家要很嚴重地思考就是 西方 心理學 臨床心理學 精神科 到今時今日 其實都沒有定論 那你儘管質疑我 儘管質疑 你拿過什麼測試 去幫一個神 一個小朋友 測試他的性格出來 是個性 不是拿了一千個人 是拿了一個平均值 計了一個平均數 跟著計你那個標準偏差出來 去將這個小朋友的特徵 去和這個標準值 去比較那種性格分析 不是 那些就是說 拿一個群體 我們叫population 做了sampling 跟著將這個群體 定義為標準 然後將任何一個你想測試的人 去和這個標準對比 跟著拿出一個偏差 就說這個小朋友的頭大了一點 小了一點 腳長了一點 短了一點 很震驚的 這個呢 是叫做統計學 用統計學來定義 normal 或者 abnormal 因為 normal這個詞 就是來自統計學的norm nor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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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個al 就變成normal ab normal 就是那個標準偏 即是那個分佈圖的兩邊 norm的兩邊 加個ab 就變成abnormal 就是說 abnormal 在現在存在的心理學 臨床心理學精神科 就是一個人口群 一個組群 群組 去比較你 把你和這個群組比較 你很肥 家裡 有什麼意思呢 其實KB 有什麼意思呢 你去和另一個群組 全部超級大 有多少XL 你是否好像說了很多XL 是 總之是四個以後 很多X的 好了 那你是BB而已 KB 我在美國人裡面 我是標準親型 標準得厲害 英俊得不得了 我們就只有柴子 是啊 你的型的不良 李小龍在他們的身形 哇 你怎麼只有蟲 那樣 那麼好打 另外一回事 就是說 你的群組 如果是取養 sampling 是出問題的話 你之後得出來的 所謂normal abnormal 就是標準 和正常 和異常 全部都沒有意思的 就是說如果我們拿北方人 和我們現在 我當我南方人 其實我不是 我不是完全南方人 那你那個偏差就很大的 嗯 所以我說我是中原人 就等於中間 我又不是很大的 又不是很小的 那等等 其實太多這些問題 當你思考統計的偏差 或者統計的一些不完整的地方 你就會發覺 如果我們要認真研究人的個性 個體 個性心理學 個性特質 我們都沒有說先天 之前我們有些節目說道家醫學 我們所去研究的對象 或者做診斷 我們說的 那個嬰兒出生 你就要跟父母說 這個嬰兒將來是一個怎樣的人 是說他的先天特質 真正中國傳統醫學 他一出生已經定了的很多東西 身心的特徵已經可以診斷 嗯 其實這一塊東西 西方現在是完全沒有辦法 理解 沒有辦法思考 是不存在的 是 所以我們現在一認真 就是這樣認真 在學術上沒有人情說 是這樣的 所以你怎樣去複製一個人的個性性格 首先就要解決到 跟臨床心理學 精神科大家討論一下 你們完全都做不到的事情 那你怎樣做 現在我們的立場就是說 我有辦法去做到一個人的先天個性特質的診斷 在一個人的前提下 我可以複製KB你剛才說的一個人的個性特質 嗯 我可以將它數碼化 然後再回到數碼永生 什麼叫做數碼永生 嗯 就是剛才KB你講的 將你的爸爸媽媽 你心愛的人 去複製 嗯 但是只是複製到他這一堆東西 我們複製不到他的身體 記住 那裡我們之前討論過 之前也聽過有些新聞 就是說 將會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將那個人的一些生前片段 或者他的聲帶 完全沒有問題 是那些我覺得是做到的 KB現在你說的那些我們叫data 嗯 訊息 就是錄了就可以了 為什麼呢 就是 因為 如果 有個人在那裡講了一個演講 或者他打了幾個關斗 然後就跳舞 唱歌 你錄完它之後 你要播這首歌 你一按鍵 現在我們聽回鄧麗君 聽回梅艷芳 真的一樣 畫面出來 然後如果你立體投影 就有一個好像舞台上面 跟你一起唱 一起跳 做到的 OK 那些叫data 就是說那些東西 是一個記錄了的訊息 那現在我們思考數碼永生 或者他們存在數碼永生的一種研究 就是說 做剛才你說的那樣東西 他給一些眼鏡 還是什麼東西 戴著你身體 總之周圍 將你每去接觸 或者是每去看到 聽到 摸到的 一些東西 一些對象 錄下了它 嗯 然後看看你怎樣反應 又記錄了它 然後經過一段時間之後 就將這個個體 這個人 他的一些 我們叫做stimulus 和reaction的關係 是大數據了 變成一個格式 嗯 抽取了一個格式特質出來 然後 然後呢 就將這些格式特質 就定義為他的思考 思想 行為模式 嗯 現在他們是在做一些類似這樣的事情 但是其實 這樣的話 又踩界 但是 但是 首先 我們要思考了這件事 那個 我們叫做 類似可能很膚淺的 但是他都在做 向這個方向 做 的時候 那個人你要願意 你知不知道 為什麼你要願意 因為 多了 我出來 會 有太多私隱的東西 你願不願意 KB 君子神毒 應該不願意 應該不願意 如果你願意 你就很偉大 我不要 我覺得 如果我講了願意 明天會有人拍門 塗水錶 你為科控 研究 犧牲 你願意 你家人都未必願意 因為你的私人行為 私人生活裡面 牽涉到很多其他人 可能你每一天幾點之後 你 那套 愛麗絲 夢遊仙境花 他不知道幾點之後 他會去哪裡 你也可以 之旅 沒有人知道 我現在不行 我現在不行 我結束了 不行 好 但是意思就是說 你有某一些特徵 特殊的行為 你其實根本不想讓人知道 沒有人知道 我不是君子 所以我 神毒都沒有用 那你如果要測試我的反應 原來我有某些最重要的事情 我為什麼可以公開 公開不了 所以幾乎是很難的 即使你願意都好 簽了紙都好 給你很多錢 你做都好 那他呢 其實錄到多少東西 抽取到多少 就是要抽你的精華出來 是你這個人的精華出來 你這樣想 你如果遇到這樣的情況 你就會出手 遇到這樣的情況 你就會講粗口 遇到這樣的情況 這樣的價錢你就會買 遇到這樣的餐廳你就會這樣 遇到這樣的女孩子你就會掉頭走之旅 是 因為太漂亮了 可能 OK 全部這些東西 一包才叫做你 那他要做到這件事 好了 即使做到 那為什麼我都會有少少疑慮呢 不是好少少 有很多疑慮呢 因為你現在做這三個月也好 做三年也好 如果剛好在你思春期之前的三年 有沒有用 可能沒有用 可能三年裡面發生了些事情令我整個人改變 思春期之前的三年是未思春 OK 那你很純品 一思春 每個人都不純品 於是乎三思春期間的三年就複雜了 那他不會找這些人 那思春期都過了 第一思春 第二思春 還有第三思春期都過了 即是老的了 那有沒有用呢 又是一個問題 即是 將人生切開不同的 我們說得很認真 將人生切開不同的階段 你拿哪個階段定義為你呢 原來很不同 我用思春期來定義就是 思春期之前很小孩子 即是 現在說一些原始人的習慣就是 就是吃昆蟲的 吃青蛙的草蠻的 不准吃肉的 但是到你懂得 可以要求你去打獵的年紀之後 你就自己去捉一些小白兔 有血有毛的 你就自己去剝皮吃肉 燒來吃 你開始殺生了 那段時間的你 就 參加奧運都可以拿冠軍 那也是 這個我又真的沒有想過 究竟拿什麼時候的你呢 是嗎 如果我 小朋友當然是順真也不得了 但如果說我青春的時候 哇 我們這段說話 今天這段說話 包括我們之前那麼多集 或者之後還有不知道多少集 我們說的每一句說話 如果可以變成英文 變成日文 我們當說普通話的朋友會聽 會聽我們的廣東話 不懂就變成廣東話 其實我們說的內容可以令到一些人 是真的要思考的 你怎麼切割人生 去定義這個人 還是你要全個人生 你怎麼整個人生去跟蹤 去追蹤 所以本來做一個心理學 要找一個人的性格特質出來 他們做profiling 即美國FBI做人物描寫 他們要去找很多唐人的資料 去定義一個人的特徵 即是說除了你要那個人 你在他的立場去看世界之餘 他還要在旁邊的人 他的父母 他的兄弟 他的朋友 他的律師 怎麼看這個人的呢 原來他自己認為自己是好人 原來個個都覺得他是壞人來的 反過來他覺得自己是壞人 原來個個都覺得他是大好人 所以不複雜的事情就留待 下一集講 時間有限 我們今集有這麼多 先講到這麼多 因為我還有很多事情 都想請教一下老師 我們下一集再繼續 數碼永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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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歡迎大家收看《零通王》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點 今天星期二 我們又找回李寶冷老師 KB 你好 大家好 上星期就說到 你究竟會切割人生 哪一個階段 作為你的一個 常存雲端 我在想 我應該會選擇做小朋友 因為小朋友 當然我現在覺得自己很邪惡 邪惡KB 所以我會找回 純情的自己出來 如果真的有後人 想和我對答 或者有很多人 喜歡邪惡KB 真的嗎 真的嗎 現在人們都說我的樣子已經奔厚 雖然我內心很邪惡 奔厚了 而且我都風趣幽默了 如果小朋友 可能就沒有那麼多搞笑的事情 幽默的事情 或者 但是天真無邪是好一點 好玩一點 對別人來說 但是當然 你去到那個時刻 可能幾十年後 科技發達 然後我就可以有個 浴身 不要浴身 機械人 一個小朋友 機械人也挺可惡的 如果你說邪惡的話 我可能會整孤人 小朋友整孤人 都是邪惡有限的 都是小朋友 不過我要補充一下 我們在心理學裏面 會遇到一個概念 就是西方思維 他會說人 當他遇到一些事情 他的性格會變 例如他遇到挫折 他本來很純情 後來變了很邪惡 有些日劇都是這樣的 本來很純真 誰知道失敗失敗 又被騙被騙 然後又男生又騙 女生又騙 什麼都被人騙光 我就是這樣 被人騙錢騙得多 什麼都被騙光 他就要調節一下 然後就變成一個升級 然後就輪到他去騙人 有很多這些電視劇 究竟你覺得是不是這樣 另一回事 但是作為學術討論 這些是很西方的思維 因為我想 認識中國思維的概念 的朋友 我們都會知道 人生是有週期的 而這些週期 是有時上 有時下 有時信 有時易 有時得意 有時挫折 只不過我們做到的就是 如果你是可以完完整整的 真的認真學 認真看的 你是看到一個人的全部週期 不過你要花時間 那個叫做全個人生 原來都看到的 即是說原來你人生有春夏秋冬 都可以幫你講完的 逐一點講 這些就是你的運程 運程就是週期 一年有四季很合理 看看你在哪個季節開始走你的人生 但是西方思維 他做不到這件事 既然做不到 他就以為或者覺得 你是受到一些這樣的刺激 而變了第二種性格 但是在我們的立場 我們的認知 其實那個不是轉變 是既有既定的一個模式 是會這樣 即是說現在 如果我們剛才 想回之前我們討論過 就是 帶了什麼鏡 看了周圍的東西 然後呢 就記錄下 就將那幾個月 抽絲剝簡 就定義為你的個人特質 思想行為特質 其實呢 是有少少 捕捉到的 但是我們常常都會覺得 會問一個問題 就是譬如 KB 你試過被人欺騙沒有 我未試過的話 那就仍然繼續天真無邪 但是試過之後呢 你可能已經立刻變了幾級 升了幾級的了 再被人欺騙多一次又升多幾級 那即是說如果我 剛好未記錄 就是上一集我們講 你怎樣切割個人生 去定義你 那如果我都未經歷的事情 我不知道自己原來會這樣的 但是我的潛意識 原來已經有個既定模式 不過我自己不知道 潛意識 我不知道 所以呢 原來真真正正要去捕捉一個人 他那個完完整整的本質 個性特質呢 是要包括他先天既有潛意識裏面的特質 但是西方是完全做不到的 你不顯示出來的 他做不到的 他記錄不到的 所以包括觀察也好 我在HalfMirror 即半鏡那裏 去看房間裏面的小朋友 老師不在場 他們在做什麼 家長不在場 他們怎樣 那這些是觀察 但是那個聰明會怎樣 坐定定 不動 沒錯 那個就是我們 就是我們聰明 因為一想 咦 為什麼老師不見了 那可能 現在當然有些鏡頭 這樣想 什麼都可以 就是說 君子神讀的意思 真是很有用 當你自己完全自己的時候 半夜三更的時候 紅燈 你過不過馬路呢 沒有車的 假如 又沒有車又沒有人 你都不過馬路 那你是一個乖仔 嗯 嗯 但原來那盞燈壞了 你都繼續站在那裡 是 是 那你就是一個蠢仔 嗯 那你要判斷是 是壞還是正常 那你要有這個智慧 那 即是說回來 就是說 如果我們自己 不知道自己 原來當遇到 感情的挫折 生意失敗 哇 接著被人誣告 被人陷害 什麼之類的 那些 你會不會想 報仇 等等 有很多片 就是 你自己受傷害 不要緊 你的家人被人傷害 接著你會想去報仇 真人真事都很多 嗯 那這些我未遇到 大家是不想遇到的東西 當你遇到 那你 原來那個才叫真面目 嗯 所以有很多那些殺人事件 就是 原來當他遇到一些東西 佛都有火的事 他才發現原來自己這麼兇殘 是 就悲劇出現了 那如果那個人平時都沒有什麼感情 就是沒有什麼 就是EQ太高了 可以是若無其事這樣做一些 別人都不敢做 沒有 就是 就是 那個你都能下手 這樣也能殺 這樣也能刺 這樣也能刺 不是有套電影叫做 什麼什麼回郎 那些 那些殺 就是殺自己父母 家人 那些 或者殺自己的配偶 那些 其實都是一樣 所以如果說 平時絕對不會覺得他會做 所以如果說 永生的話 是抽到這一堆東西出來的話 這樣就麻煩了 就是 永動的殺人機器 KB你在上不知哪一集 提過 如果那個機械人有個性的話 那個個性有現在一些 他自己 我們叫做Bug也好 其實這些可能是瑕疵 在他的個性裡面 原來存在一種這樣的 譬如 妒忌心 因為個性裡面有人有妒忌心 多一點少一點 是 好性心 或者我們叫做 伏仇心 或者叫 怨恨心 就是 我們這些是很負的東西 但是真人 實有些 因為你手掌手背 實有些 你有 我們 我們教武術的時候 你長棍的好處就是夠長 長棍的短處是什麼 就是 空間不夠的時候 你發揮不了 就是因為它長 短棍的好處就是 因為它短 短棍的短處是什麼 就是短 沒錯 回答了 所以其實每一樣東西 你怎樣用 它發揮 在處境 或者對手 怎樣怎樣怎樣 原來是會變的 嗯 我們講了很多這些東西 就是西方思維是做不 它沒有這個思維概念的 我這樣說 大家儘管質疑 我會聽 聽完之後 大家再去討論 是好事 求學 本來就是 我儘管說 你儘管說 大家之後 客觀 理性 接著就看下 怎樣去通過一些 考究 或者做實驗 求證 大膽假設 是 現在說回來 我們這麼多集 在說數碼永生 為什麼會有人 想做這件事 原來關鍵來了 就是說 如果我們眼前 這位大師 他每次 預測六合彩 什麼彩都中了 不知道他怎樣想 我們如果抽取到 他的思維模式 複製到 他這種 我們叫做 預知能力 那你就發達了 這個我沒有想過 就是你是科學家 你幫人類解決了一個又一個大問題 有什麼等於 什麼Square 有什麼等於 開方筋 那些 你想這麼多東西出來 你死了就浪費了 這件事就是 剛才我說過 我完全沒有想過 如果那個人是有 不要說超能力 不是超能力 異於常人的能力 每一個範疇 七十二行 都有這個狀元 那如果真的抽取到出來 哇 這個世界還得了 真是百得了 所以 有人千方百計要做這件事 但是 我反過來想 如果東方 作曲家 填詞家 我們死得一個 對不起 對不起 一個又一個 這樣 升天 變神仙 他在上面 就是開心 我們就沒有這些人才 或者是運動員 他那個身體的動作 覆不覆制到 之類 就是說 如果我們 是在一種很功利的立場去思考 有一些人 他是為人民服務得很厲害的 你做一個這樣的機械人出來 他就永遠為人民服務 都挺好的 之類 反過來 我們看很多什麼 就算Matrix 都在說 那個人工智能 就是因為這麼厲害 所以他能夠 做到一些壞的機械人 去控制世界 這樣 還有最慘的就是 那個很完美 其實那些概念 有些少少模仿神的概念 嗯 因為只是神 我們是這樣 這個邏輯是這樣 只有神是完美的 嗯 神創造的東西都接近完美的 因為他模仿自己 但是我們看地球這麼多東西 或者是這個宇宙 我們看得很少的東西 但是我們所知 總之 神以外的東西 就不原理的 嗯 所以那個矛盾就是 神可不可以創造一塊石 出來 他自己拿不起的 這個邏輯都有一些思考 在那裡 那麼 有些哲學家 他會給你一個答案 你儘管聽也好 不聽也好 他創不創造一塊石 他自己都搬不起的呢 那麼這個就是題目來的 但是現在說回來就是 如果他創造了一個很完美的程式 誰不知有另外一個接近他的 就整股他加了一個鬥號 那麼他就出事了 那個程式出事 那就會出現了Matrix裡面 那些故事橋段 有個戴眼鏡 那個原來他是壞了的程式來的 那麼後來他自己都要脫離那個母體 就是脫離那個系統 那麼如果你創造了一班機械人出來 當現在先說回 還沒說永生 那麼你有程式給他 誰不知有一個自己厲害一點點的 跟著就跳了出來 就是叫做半變 跟著他就麻煩了 你 說回永生 就是說你設計到 複製到一個人的這些思想行為模式 那些特質 而你是想他存在的 那當然是好事了 誰不知 好像現在KB你說 如果我是心術不良 我壞人 我將我做壞事的經驗 智慧 因為道也有道 我覺得我對的 其實 但是我將他設計了 我給錢 全世界科學家來幫我 複製了我 跟著我就幫我的子子孫孫 繼續做壞事 繼續 我覺得我對的 嗯 繼續去賺錢 繼續保護他們 繼續去鞏固我的江山 幾好 很好 我都覺得好 幾好 所以 如果我是個壞人 窮不過三代 富不過三代 當數碼永生出現 後果就是 有些聰明人 因為聰明是沒有道德說的 聰明可以做什麼都可以的 有些聰明人 有些有錢人 就可以幫一些人 幫自己去設計 做到一些這樣的事情 然後那件事呢 就比起普通人 他都可以持續繼續去做他想做的事情 是幫其他人做的了 即他已經走了 肉身死了 他到底有沒有收到 升不升到天 就一回事了 所以你說數碼永生 是不是一件好事呢 現在 如果以道德範疇來說 很難去頂一個界線 不過 道德上就是 如果 我們抽取到一個人的思想行為模式特質 有什麼用呢 首先 我們等於記錄你的子毛 記錄你的瞳孔 記錄你的血型 在某一個資料庫裏面 將你的思想行為模式 記錄在你的個人資料庫裏面 你就麻煩了 我這樣被人拿了名字 我都覺得麻煩 為什麼會麻煩呢 就是 他可以用大數據 計算到你明天想去哪裡做什麼 而且一個準確程度可以提升 是 所以 不要說 我剛才所說 拿個名字都麻煩 要拿這些資料 真是毀人 如果你做鋼 下鋼的師傅去想事情的話 他知道你的名字 知道你的一些東西 撿到你的毛也有用 所以 其實 那個世界 即是傳統實傳統的 這些玄學的世界裏面 有很多概念 跟這些東西是可以摘戒 譬如 道家 我們說道家的永生 不說肉身的話 是說你去到某一個狀態 你脫離了自己的肉身 仍然那個肉身未死 你自由自在飛來飛去 你不回回自己的肉身 這個過程 你放下肉身 停止了 那你就自由了 解脫了 我覺得道家的永生 也是一個專門的課題 這是一個概念 我們可以留待下次 那下次再說 下次再說 現在是一個很大的引子 就是 你想不想永生 或者永生是什麽 但是道家的永生 我們又未說到 我們留待下次再說 而數碼永生 說到這裏 我們要思考 其實也挺恐怖的 是很恐怖的 作為管理你 我要拿你的特質 不如這樣 最後我問老師 請說 我們撇除很多的問題 好 如果老師 我當你 不好意思 你走了 那你介不介意你的子孫 不要不拿覺性 不拿特質 只是拿你的記憶 一些資料 不是不介意 我是想做 那行了 因為我覺得我們這些小孩子 不夠 不夠啊 明白的 應該是關乎 是道家的一些事情 他們當然是覺得自己比我們厲害 千千萬萬倍 我們眼裡覺得小孩子 真的不到 很可憐的 所以我們留待下次再說 下次再說 下次是否下個星期 不是 我們會再找老師上來 隨便 隨便 道家永生 除非大家追討 大家說 劉過言 不行 一定 明天再見 我們下次再找老師上來 討論道家永生 今天就這麼多 多謝大家 再會 再會 我們下次再見